我就纳闷了啊 奥运会挂个U23的名头就把你们整不会了 来来来 这一届奥运篮组啊 就跟着我一起啊看日本队 包你满意啊 今天我用三条理由告诉你 为什么我这么信任日本队 那听完我的理由呢 如果同路啊 别忘了点点关注 咱们今后就是同甘共苦的好战友了 我是小胡 欢迎您来看我评球 那么我信任日本球的第一条理由呢 就是它的阵容很强大 日本这一届U23刘洋的大队球员 那是真的多 谈实力啊 这一届日本U23的中拳场 绝对是国家队第一梯队的水准 比如这个唐安律啊 上个赛季在德甲比勒肺 稳坐手把位置啊 一人赌掌球队五分之一的金球 绝对是大腿 还有黄马的这个外租小将啊 这几个赛季在西甲表现都特别抢眼的 日本梅西九把剑一 是吧 还有今年德国媒体都吹爆的 这个世界级后腰远腾行 赛季评分 仅次于拜仁中场的大腿金米西 那么就这样一套组合拳 你打出去是吧 在U23这个级别里面啊 不说散攻散守啊 至少也是攻守兼备了 对不对 而且我说的这些人 只是刘洋比较出名的球员 像什么川崎慕尼黑的班底啊 我一个都还没有输 就这样的阵容班底 打足球强国英法德义西 都有一针之力啊 本场的对手蓝飞U23 在阵容实力上面 是没有办法和日本U23相提并论的 而且从这个大名单来看啊 本届东京奥运会啊 日本男主肯定是奔着这个冠军去的 毕竟啊 也是主力进出的一个状态 战役不用怀疑啊 最后再加上主场的优势 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全部都占尽 你跟我说日本队 他能拿个金牌啊 我都相信 所以呢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奥运会日本U23的表现 下期咱们聊一聊 得以的节目战 老银币 汉堡和酱板马的比赛 你感兴趣吗 别忘了点点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